7月初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节目 刚进展厅就能看到特殊的接待场面 人形机器人18罗汉齐刷刷招手欢迎游客 分分钟让人穿越到科幻片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莫过于首次亮相的全球首个全尺寸开源通用人形机器人青龙 它身高185厘米 体重80千克 再负在40公斤的情况下 它能够以1米每秒的速度轻松上楼梯爬山 它也能做精细的手艺活 比如抓取2厘米的小物件 甚至能用工具在小米里调芝麻 一同亮相的还有全球首款会原地后空翻的 人形机器人Unitree H1 最快步速可达4.6公里每小时 并且能连续快速跳跃超过20厘米的机器人跨步 现场展示太极圈实力 展会上还有特斯拉推出的人形机器人 Optimus第二代模型 其真身高约173公分 重约56公斤 行走速度每小时8公里 能搬运重物也能轻握鸡蛋 在达踏机器人展台 机台人形机器人正与数字人共舞 展示机器人本体与虚拟智能体的超强互动 当你腰酸被痛 又不想出门去按摩店 如果有一台机器人在家为你做按摩 岂不是爽呆了 瑞尔曼智能的康养机器人 标价每台12万元 采用仿人机械臂 能对人体上不同的穴位进行按摩 这款机械臂 录入了400多种不同的人体身体的数据 可以自动判断 当前床位上人的穴位位置进行按摩 此外 机器人还能调整按摩的力度 温度和时间 用户还可以有个性化定制按摩 比如当你近期感觉肾脏欠佳 就可以设定让机械臂重点给你敲打圣经 从打扫卫生 别衣服 蔬菜削皮 到咖啡拉花 甚至给人类做马杀鸡 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 也被不断拓展 越来越深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也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多便利生活的解决方案 引魔方 加豆子 写书法 甚至穿针引线统统不在话下 这款奥义科技研制的仿身手 像人的手一样灵巧 五个手指可以单独运动 在外部命令下 可以做出不同的动作 且其作为甲脂 已经数年应用检验 奥莎智能发布意见未来系列 全新架构外谷格产品 售价仅6900元起 它能在托举类场景中 最大提供双臂40千克助力 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 成为手臂轻而易举新助手 可以满足矿山 严外等场景搬运重物的需求 矿山采决过程中 因为空间狭小 只能通过人力对接零件 每个零件可能重达20公斤 下矿作业每次至少7到8小时 在这种长时间高消耗的情况下 对体力是极大考验 便用外谷格可以缓解工人的劳动强度 长时间举营台的摄影民工 也直呼有福了 随着技术、基础设施 政策法规等日益发展完善 智能网联汽车 无人驾驶物流车 无人驾驶飞行器等商业化落地提速 大会期间 浦东市博园周围5公里范围内 上汽赛可 小马之行投放了20辆没有四季的出租车 市民动动手指在指定站点预约下单 即可收获打无人驾驶出租车的新奇体验 此外 无人驾驶货运航空器也登陆上海滩 上海纷飞航空科技制造的 两根级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拥有400公斤的载重能力 并为成本远低于直升机 特斯拉也在现场展示电动的赛博皮卡 完全自动驾驶能力等最新成果 引发大批粉丝聚集围观 神工智能正加速走出实验室 走进人们的生活 让我们一窥未来机器人的无限可能